太帅了啦 今天一生性抓滿 嗨 韋伯 嗨 韋伯 跟大家打個招呼 現場的那個媒體大哥大姐 還好 本事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韋伯 哇 欸 不得了喔 剛剛這個看到這個12年 走來一路成長的軌跡點點滴滴 有沒有覺得還蠻感動的 當然感動 因為其實一眨眼真的就已經 昨天我去看病 然後那個醫生說 欸 這個韋伯 還幫我塗喉嚨的時候 他說 韋伯 你有沒有想想看 你以前來看病的時候十幾歲 現在已經三十幾了 我說 韋伯 你不要這樣走 對 反正其實時間一眨眼 真的就過還蠻快 然後十張專輯 然後這是一個 還蠻有意義的一個演唱會 真的 也從那個壁虎漫步 一路走來到這個王者醜 甚至是看到很多呢 潘韋伯一路走來成長的 點滴 奮鬥的過程 但是要先問一下 這一次這個伊甸園的演唱會 伊甸不是那個沉甸店的店 是店堂的店 為什麼會取這個伊甸園作為演唱會的名字 其實專輯裡本來就有首歌曲叫伊甸園 對 然後其實也呼應了這次的主題 一個開始跟一個結束 一個結束一個開始這樣到底 大家可能知道伊甸園的故事嗎 對 那也有很多人 像我昨天去上節目 彭道主持人 康哥 彭哥 曲哥 我說伊甸園 然後 哎呦 我說哎呦 正面 正面 非常正面的這個 不是色色的 對 非常正面的一個 演出是代表我的心情 可能也代表很多朋友的一些故事 或是行神 就像剛剛講 咬下那顆蘋果 對 這個蘋果含義很深 每一個人 都會希望在人生路途上是更好 更前進的 那可是 當你做決定那一刻 其實你得承受很多的一些點點滴滴 在人生裡 或是在自己的過程上做 哦 真的是變成潘大師了 現在這個隨便講的都很有哲理啊 但是這12年呢 算是這個過去的一張非常輝煌的成績單 你幹嘛 哎 八天大家好啊 記得我 我看到我發現 我沒穿裡面的褲子 那種褲露出來 對啊 你穿衣不會覺得有安全感嗎 因為 哦 好遮哦 對 一打開就很厲害 哦 Powerful 本來今天設定不穿啦 下面算了 壓倒一些 對 因為說 想說唱跳男性也開高唱 有沒有 就是開中間這個高唱 那這個店感覺 店堂的店員可以是一位 就是其實這場演唱會 因為其實我們會把它做得非常的 不管是音樂 不管是整個場景 我們希望可以呈現出很殿堂的感覺 嗯 所以呢 這個殿堂級的享受 殿堂級的音樂 絕對呢 希望大家呢 10月25號小巨蛋來跟你一起 進入潘偉博的唱跳男生 是的 是的 不過能提到這一次 這個音樂園的視覺海豹 感覺也相當當厲害 哎呦 那個腿 那個腿 對 這個腿其實就是 我練瑜伽練很久了 哦 是你的腿啊 我把它纏到我去 好美哦 沒有沒有沒有 對 這一次還滿特別的一個 這個呈現方式 就是有個外國的活動 然後就是坐在我的肩上